好,来我们刚刚讲到 所以铁的密度就是找什么 它的重量除上它的体积 那体积 体积等于多少 我们刚才说 体积,我们刚才说 铁的体积 因为铁完全全泡在水中 所以铁的体积会等于 它排开的水的体积 来,请问水的体积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星期一 星期一第八节才有 接风场 为什么很奇怪 要在自然科问数学课什么时候夹课 星期一 星期一好像第八节吧 你们 其实你们数学老师有问我 星期一 我的课有 我的自然科可以不会接他 然后我刚才说不可以 我要继续上课 还是你们都觉得 我都会了老师 其实可以不用上自然科了 把自然科解给数学老师 没有,我们要上自然科 我们不要上数学课 好哦 数学也很重要 来,所以我们继续哦 排出来的水体积是多少 因为它是水,水很好算 为什么,我跟你说 流出来的水是多少重 你就知道水的体积就是多少 OK 来,你可以不会知道排出来的水是多少体积 你知道排出来的水多少重 你就知道排出来的水的体积是多少 那要怎么知道排出来的水是多少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 浮力 OK 阿基米的原理告诉我们 浮力就等于什么 浮力就是 排开水的重量啊 OK 你浮力的大小就会是 排开水的重量 所以你看,完完全全都有关系的 所以 再一次Brian 铁的体积是多少 铁的体积是多少 Brian Brian在吗 80 80 80,OK 没有错,80 因为,OK 完完全全都是有关联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讲了 浮力是80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所以V就是80 浮力是80 排开那个水 流出来的水被排开水的重量 就是也是80 排开的水的重量是80 体积也就会是80 那它的铁的 铁的体积也会是80 所以400除上80 你就会得到多少 来 0跟0可以消掉 40除以85 85是10嘛 所以 你的体积就是5 OK 反正就是5 OK 再来最后一个 第50题 你看哦 我们来读题目 他说 如果我把图二的烧杯 里面的水 原本是水哦 原本是水 我把它改成什么 食盐水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盐水 OK 食盐水 好 一样 它会完完全全泡在水中 这个时候 秤重变成多少 变成300克重 表示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 一样的东西再写一次哦 你如果考试不会 你就在旁边画图嘛 考试你如果看不懂 题目就在旁边画图 OK 我跟你说 你在旁边画图 如果 如果画对了 我也会帮你加分 OK 你在旁边画 你画这个图给我 然后 你就算最后算错 我也会给你分数 OK 听清楚了吗 Jessica 林慧莉 哪里老师 哪里哪里 哪一个 我现在正在画的这个图 我现在 我说 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不会算 没有关系 你就算把这个图画给我 我可能也会给你分数 OK 表示你知道 我在问什么东西 OK 只是你可能不会算而已 可是你懂 你懂它的那一个原理 这样可以吗 然后你就看呢 原本是多少 原本是400克 放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你就写 这个是什么水 这是食盐水 OK 食盐水 这是食盐水 放到食盐水 变成多少了 变成了300 所以变成300克 所以你就知道 来 福利是多少 福利 你就知道是100 这没有问题 400减300 就是100 可是题目要我找什么 还要我找 排开水的密度 表示什么 我要找D 排开 就是食盐水 OK 盐水 的密度 盐水的密度 就是找 盐水的重量 除上盐水的体积 OK 来 盐水的体积 你知不知道 因为 我们知道 流出来的体积 大小 一定会跟 一定会跟什么 一样大 流出来的这个东西 大小 一定会跟 里面的这个铁 的大小 一样大 请问 盐水的大小 那个什么 体积大小多少 Jessica 盐水的体积大小多少 一百吗 不是一百 这个铁 这个铁 跟上面的 题目的铁 是一样的 所以上面的铁 体积多大 底下的铁 体积就多大 就是这个铁 跟这个 一样大的 所以上面是 铁的体积是多少 80 所以我这个 排出来的盐水 的体积 因为 这个上面 那上面两题 你已经知道 它的体积 是80ml了 那排出来的 这个盐水 也要是多少 也要是80ml 所以体积 就是80 来 盐水的重量 Jessica 40 不是40 400 盐水的重量 就是流出来的 这个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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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多少 一百 对 为什么一百 因为我们说 你流出来的 那个水 一几的重量 会跟什么 会跟福利一样大 这样可以吗 所以是一百 才对 所以八十分之一百 等于几 我们就来越减了 零跟零可以消掉 上面是十 下面是八 所以除二 底下会变成四 上会变成五 所以是 四分之五 OK 考试你就写四分之五 就可以了 OK 写四分之五 就可以了 这样OK吗 所以 恭喜你们 这三题你们会了 考试我有考这样的题目 所以你们一定要会 有问题吗 所以老师的那个数字 没有换了 什么东西 他的数字 我一定会换数字 OK 我一定会换数字 可是题目 我可能就考 差不多的题目 OK 就是我不会改 改那个中文字 我不会改太多 我可能变成英文的 OK 然后数字 我一定会改 所以你被答案没有用 OK 我要跟你讲一次 你被答案绝对没有用 我数字一定会改 你要会怎么去写这个题目 这样可以吗 好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需要帮你们复习前面的东西吗 我应该还有多少分钟 我应该还有20分钟左右 帮你们复习前面的好不好 我看一下剩下的人还有谁 好 我就问好了 一个一个问好了 陈忠义 课本上有什么哪一根 你不太会的吗 需要我讲解的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哦 表示你都会这么厉害 都不用复习 都会了 考试我拿100分 所以老师你不用浪费时间 帮我复习了 是这样吗 是哦 这么厉害 黄满英呢 也是不用复习 啊 啊 不用哦 不用哦 黄满英不用哦 需要吧 要 那哪里呢 你觉得哪里你比较不太听不太懂 要我再讲一遍的 有吗 黄满英 还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太会 老师你就讲 你觉得我不会的地方就讲 老师就说老师觉得很难的 OK 好啦 OK 这一题我觉得你们比较可能会 我跟你说啦 这一题 四八四九五十这一种题目 OK 你现在听我讲 你可能已经听懂了 OK 可是 这个东西要练习 OK 你 你不要以为觉得说 哦 我今天懂了 所以我就不去写了 然后星期四在考试的时候 我一定会 没有 所以说星期四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会 可是你不熟 你还没有到熟 就好像你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们都有学业趣对吧 学钢琴吧 对不对 你学钢琴 你会发现 哦 我今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教 哦 我弹了十次之后 哦 终于弹成功一次了 OK 成功弹一次 对的了 可是有九次 都是怎样 都是不太会的 那你就以为 哦 弹了一次 完全对的 可是下一次 下个礼拜 如果我没有练习 下个礼拜 我又会忘记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 有时间 你要再多去练习 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要多去练习 不然你们就 互相给 对方出题目吧 OK 反正老师都说 改数字嘛 我就自己随便来改数字嘛 我改了数字给 比如说 张凯琳 你就改数字给 黄南英写 然后你自己也写 那最后看 两个人写出来的答案 是不是都是对的 那如果发现 两个人写出来的答案 都不对 都不一样 那就找第三个人 来算 你看第三个人算的答案 跟谁一样 其中两个人对 就是表示那两个人是对的 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错的 不然真的还是不知道 就来问我 OK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这样可以吗 然后 突然要我讲题目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题目 因为习做的题目都讲了 差不多了 嗯 像这种笔啊 笔来笔去的 也是有机会考 哦 好 这一题好了 这一题 这一题 哪一题 这一题 我把这个擦掉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这一题 我讲了这一题 我们就 应该就没有时间了 来 我们来看 这一题 第十座的 第28题跟29题 好 来 我们来看 28 29 这两题 他说 这是一个压力的实验 OK 然后 我在烧杯中 装 装了水 然后呢 我画在这里 这是烧杯 我不要用红色 因为等一下用到红色 用黑色 OK 来 这是烧杯 他在烧杯里面装了水 然后水中 我放一个管子 管子 我用一个东西 一个盖子 把它盖着 OK 里面是空气 外面都是一体 OK 外面都是一体 这个题目 我们讲过 OK 好 这个时候 他在里面干嘛 在里面加水 OK 他在里面加水 慢慢加水 慢慢加水 OK 水 他在里面加水 加水 请问加到什么时候 他会掉下来 来 我们来看 外面的 28题就不用写了 28题 因为他要证明什么 有向上的压力 因为 这个盖子不会掉下来 所以有向上的压力 OK 好 所以 这个不用写 再来 他说 他在里面装的这个红色液体 的密度 OK 红色 红色液体是用什么 是用酒精 OK 酒精的密度是多少 酒精的密度是0.8 OK 外面是普通的水 请问 我这个酒精 加到多高的时候 它会掉下来 题目已经跟你说 这个深度啊 现在这边的深度是多少 可以换蓝色 这个深度是16公分 我画的图会不会太小 看不清楚 来 红色的要加到多高 我先问一个问题啦 你觉得红色的这个水 会超过16呢 会加到超过16的时候 它才往下掉呢 还是 低于16的时候 它就往下掉 还是跟16一样高的时候 它就往下掉 陈中益 红色的这个水 加到多高的时候 它会往下掉 超过16 少过16 还是等于16 超过 为什么你知道是超过16 因为之前洗漱油这样 密度是0.8 密度是0.8 然后呢 外面水的密度是多少 A 对 对 里面的密度比较小 外面的密度比较大 OK 所以 里面的要放比较多 它才会往下掉嘛 懂我意思吗 Jesica Brian 这边 要注意听哦 这边 我现在讲 就讲给你们听的哦 OK 这个高度是16cm 外面的 外面的水 你自己想哦 外面的水 因为我们说过压力一样大 一样深的地方压力会一样大 在这里 跟在这里 压力会一样大 在这里 因为它上面是水 所以在这里的压力是多少 我都在写P点 这边 然后 这边是 Q点 P点跟Q点的压力要一样大 在P点的压力是多少 P点的压力是 多少 因为深度是16 因为我们知道压力等于 压力等于H 乘上密度D 在P点的 深度就是多少 16 它的密度 在P点的 液体是水 水的密度是1 所以P点的压力 OK P点的压力就是16 好 再来Q点 我们来看Q点 Q点 Q点的压力 是多少 密度 一样 深度 乘上密度 我们就看了 它的深度要多少的时候 才会跟16一样大 因为它当它跟16一样大的时候 就往下掉 所以 这个H 就是我要找的 密度我已经知道是0.8 所以H 乘上0.8 要等于16 这件事情可以吗 OK 就是这个深度 所以我要比它高 所以要怎么除 所以H就等于16 除上0.8 0.8往后移一个小数 这边上面就要补一个0 它也是往后移一个小数点 对不对 所以160除上8 就等于20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C 它是这样来的 OK 请问我这样讲 Brian跟Jesse 你们听得懂吗 我觉得你们听不懂 会不会很简单 我出一个题目给你们 你们如果答对就是会 没答对就是不会 OK OK 我现在马上出一题 马上出一题 不用 不用马上出 已经有题目了 在哪里 给你们看 拿出你的考 我给你们的之前的考卷 就是去年的考卷 去年的考卷在这一边 来去年的考卷在这一边 来去年的考卷就有一题 这样 OK 它说 题目说 我这边有一个塑胶板 放在这一边 这是塑胶板 OK 塑胶板 然后 它放到水中 OK 同时压入水内 所以这个外面的是水 然后它在里面怎么样 它在这个玻璃管里面 加的是0.5 密度0.5的 什么 的一体 所以这个密度是0.5 D 密度等于0.5 请问 我这个水 要加到多高的时候 它才会往下掉 来 现在给你 给你5分钟算一下 这D 地体的密度是0.5 来 现在赶快算 请问 假设它加到 我先问好了 Brian 这一个液体 加到 什么时候会往下 这个塑胶板会往下掉下来 是超过水面呢 还是跟水面一样高 还是比它低 它就会往下掉 是哪一种 超过 超过 OK好 超过 那好 现在 我就要问 请问 假设是超过 没有错 你答对了 是超过 请问 这个时候 多高的时候 它会往下掉 多高的时候 它会往下掉 多高的时候 这高度我们叫做H 因为多高的时候 它会往下掉 OK开始算 OK现在马上算 再BY 谢谢观看 好了吗 请问Brian你有算出答案吗 没有算还是算不出来还是不会算 不会算 不会算 Jesie你也算出来答案吗 不是不会算 你也不会算 来好 我们来看 来 我先问好了 如果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 就我现在画一个圈圈的地方 我不要画圈圈 画叉叉比较明显 叉叉的地方 请问 我已经知道 画叉叉的地方 这样好了 因为这边就 这边画叉叉的地方 深度刚好是20公分 请问在这一点 我叫做A点好了 请问A点的压力多少 PA A点的压力多少 P压力的公式是什么 有两个啦 一个是F除以A 一个是水的深度乘上密度 液体的层数乘上液体的密度 来请问A点的压力多少 会不会 Brian会吗 Jesica会吗 Moreno会吗 我不会 不会来 我不会老师 来请问深度多少 A点的深度多少 多少公分 20公分 20公分 所以H你要放多少 H要放 20 对 因为H就是它的 其实就是高度 只不过我们在那边讲深度嘛 OK 它的HIGH 它多高 OK 再来 D是什么 在A的时候 它的密度是多少 来A 外面 外面的液体是什么 是水 来水的密度多少 水的密度多少 A点的密度是多少 就是水的密度嘛 水的密度是多少 我们说过很好背的 我们说过很好背的 Bryan 水的密度多少 对就是1 那20乘1 是不是等于20 对嘛 这样有问题吗 这样这个很简单嘛 OK好 现在我们来问 可是我们要找的 其实不是A点 我们要找的是B点 B这一点 这是B 好 B点的压力 来我问你 B点压力多少的时候 这个板会往下掉 是不是要跟A点一样大的时候 这个板才往下掉 知道为什么吗 Hello 因为我这边开始会加水嘛 水会往下压 可是一开始水太少 所以压力不够 它就不会往下掉 可是水要加到多少的时候 才往下掉 当它往下压的压力 跟A点的压力 一样大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掉 这样可以吗 干嘛 Moreno Moreno 你的声音很吵 你在干嘛 OK好 我把它没有掉 它很吵 好 来 所以 Jessica 请问B点的压力要多少 它才往下掉 Jessica 20 也是20嘛 没有多少 它也要等于20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B点的深度 乘上B点的密度 要等于多少 要等于20 来 请问B点的深度 B点的深度 就是我们要找的嘛 玻璃管中 它的液体高度 就是B点的深度 所以我不知道 来B点的密度 B点的密度 是多少 Jessica B B点 B是这个红色的 液体 红色的液体 我们刚才说 红色液体密度 是多少 0.5 对 所以就是 H B 乘上 0.5 要等于多少 要等于20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掉 这样可以吗 那请问 B等于多少 多少乘上0.5 会等于20 什么数字乘上0.5 会等于20 0.5其实就是 二分之一 OK 0.5其实就是 二分之一 就是一半 什么东西乘上 二分之一 会变成20 0.5 四乘上二分之一 会变成20 不是4 4乘上二分之一 会变成12 不是4 4乘上二分之一 会变成12 所以你的H要等于40 所以多高的时候 会往下掉 40cm的时候 它会往下掉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Jesica 我问你 今天这样 帮你加课有用吗 没有用 有 有用哦 有用的话 那我们星期一晚上 再来加一次课 好不好 星期一晚上 再加一次课 要不要 既然有用的话 我们再加一次 白燕 有用吗 好像讲有用 跟没有用 都不是好事 讲有用 老师就说 那星期一 再加一次课 讲没有用 没有用 还是要再加课 可是我就不想加课 你们要不要 要不要星期一 再帮你们 加课 还是不用了 我随便 你随便 阿Bryan呢 你觉得要不要 阿Bryan Bryan要吗 随便 随便哦 随便就是我决定 Rain呢 Rain呢 那我成综艺 你要吗 你要来上课吗 如果再加一次课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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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满音耶 OK OK 好 那我星期一 帮你们再加课 OK 星期一 星期一 不要只有星期一 不然要什么时候 星期四就要考试 考试的时候也是 考试的时候也是 考试 考试是星期四 星期四十 对 星期四 帮我们 什么 复习在考试时间 你说考试前哦 考试时间 你看 明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 是十六号 可是 我们考试是 三天嘛 我没有考一天 我考一次而已 十六号考试 没有没有 全部是考三天嘛 不一定啊 看每一课的 那个什么 每一课考试时间都不一样 OK 所以现在 没有在讲什么 对 可是我现在 再讲一次哦 星期四 十六号 自然考试几点 两点 十分 OK 因为下一节课 应该是没有考试 所以我给你们 那什么 给你们考到 OK 考到三点十分 那如果你已经写完了 要提早教也没有关系 OK 可以提早教 然后呢 十 明天有我的课 星期一有我的课 星期一是早上九点 九点四十分 有上一节课 OK 那是一节课 然后星期二没有我的课 OK 星期二没有我的课 星期三也是九点四十分 有上我的课 OK 然后考试的话 就是星期四 下午 两点十分到三点十分 那我在想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晚上我再帮你们 加课好了 OK 几点好了 吃完饭几点 两点 八点 要不要八点 我也帮你们上四十分钟而已 我也不想上太多 OK 反正 你有来 我就上课 如果没有人来 我就不上课 这样可以吗 八点四十分 那你不会的 你就要自己来 OK 那你会的 你要自己看书 也可以 你觉得如果你自己读 比较快 OK 也是可以 所以 晚上 八点 到八点四十分 我会帮你们复习 OK 我不会讲新的东西 我顶多就拿 旧的题目 再 改数字 来给你们做练习 这样可以吗 就是帮你复习 帮你练习 OK 就这样 星期一 星期一二三都有 八点好像太迟 八点了 OK 八点 八点 OK 就这样 拜拜 各位 再见 我要去休息了 再见 我要关掉了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